三倍一券要怎麼領 你看 觀眾眼睛一亮 終於可以不用看朝野協商了 我們關心一下三倍一券怎麼領 好不好 這個民黨國民黨都加油了 好不好 為台灣好 來 明天要上路 明天呢 明天其實有搖 好複雜 我今天去繳稅了 可惡 拖到最後一天還是去繳 趕快拿三千塊 補不了的 好不好 來 三倍一券明天要上路 不是拿到 明天開始 然後這個可以預購 可以預購 來 來 紙本怎麼領 我們就直接告訴你了 來 預購時間 7月1號到7月7號 如果你這一波來不及 那就是8月1號到8月7號 領取的時間 第一波預購到了 那就是7月15到7月31號會拿到 那第二波預購的就是 8月15到8月31號會拿到 這是目前相關的規劃 那面額就是200跟500 500 少一個0 500 奇怪 還有一個0 500 對 可能被主 明明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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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找0 是我的資訊落後 每個會有50 那500 200跟500 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樣 記得 明天開始可以預購 明天來不及的 手機網路慢的 沒有3G 沒有4G的 用錯電信公司的 來不及 那你就是8月在預購 好 預購之後 除了網路上預購之外 那我還有什麼其他方法 我不會用網路 我非得要去找一個人幫我弄 不可 一些長輩們 可以 來 還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超商預購 那你就超商0 還有一個是網路預購 然後去超商超市或藥妝0 有點複雜 花一點時間聽我講 好不好 來 真的是相當複雜 來 超商預購超商0的話 好 我先問要怎麼預購 超商預購超商0 不廢話 不然超商預購 蔡市場0 超商預購超商0 來 你先到四大超商 找一個服務機台 應該就是那個什麼 什麼bong 什麼i-bong 對 i-bong 高鐵的那種 不要跑錯 不要跑去領錢的ATM 然後把健保卡插進去 奇怪 i-bong的那個 怎麼要寄貨 那個機台 去了以後插你的健保卡 然後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他會印給你一個小白單 他們就說恭喜你 預購成功了 很棒 成功了怎麼辦 要繳錢 一千換三千 所以你就跑到櫃台 拿小白單去繳錢 好 你的預購就成功了 就成功了 好 那怎麼領貨 怎麼領貨 領貨在這裡 在這裡 領貨 來 如果郵局通知你了對不對 在簡訊通知 你的預購三邊券可以來領了 恭喜你一千換三千 很棒 網站上也可以查詢 然後你再回到你預購那一家 iPhone 應該是你預購那一家 還是都可以 不一定 iPhone都可以 都可以嗎 我記得應該是 你要回到你原來的那一家 天啊 選擇你要在哪裡 政委 我們有問題 對 因為他這樣才能夠 比如說我在康寧門市預購 那我是不是一定要康寧門市才能領 還是我在康寧門市預購 我可以到內葫蘆的門市領 應該不能到內葫蘆 不知道 因為你要可以找白蛋 上面行什麼 這樣不知道位置 可以講 這是一個問題 指定的 指定的對不對 你可以指定 同一家 對 講一間 因為我在這邊預購 我應該就會指定在這邊領 好 那你可以自己指定 什麼 然後 來 再去找 不要插錯卡 然後來 輸入取貨序號 什麼是取貨序號 應該就是這個小白單 15天前的小白單 對 那我用丟了怎麼辦 沒有 應該是簡訊你們會告訴你 簡訊 簡訊會告訴你有相關資訊 你到了 你看領 你的序號是什麼 你就找到機台 然後插入你的健保卡 然後輸入序號 然後再另一張小白單 上一張小白單是說 哈囉 你預購成功了 這一張小白單是說 哈囉 政府要給你錢 很棒 然後再到櫃台 去領你的券 好 大概是這樣 另外一種 網路預購就是 一樣 讀卡機 插點健保卡 然後你的APP 就可以領取驗證碼 然後一樣 確認明細 取貨通路地點 都輸入好以後 然後就你的信用卡 先取繳錢 或是到超商去 繳費單 大概是這樣 好像沒有很方便 沒有很快速 懂了嗎 懂了 但是沒有很方便 沒有很快速 我們要走兩招就對了 對 一趟去預購 然後一趟去領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線上預購 然後去一趟領 就好了 郵局可以臨死領嗎 郵局可以臨死領了嗎 郵局就是 郵局就是你當天排隊 其實我跟你講 就跟口罩一樣 對 跟口罩差不多 這樣你懂了 跟口罩差不多 我現在懷念李長博發的那個 往事一役的 對 我比較懷念那個日子 現在是網路時代 我們不可以什麼都依靠人力 賴老師 賴老師如果說現金 直接到每個人戶頭 其實就不會有這種困擾 對 那是更輕鬆一點 怕有人頭賬戶 怕你們拿的錢不花 不會 我們有糖縫 我們有糖縫 糖縫會幫我們設計好 對不對 其實漏洞滿多的 包括除了剛剛佑正講的之外 因為事實上之前 我看到行政院也特別跟我們說 這些振興券不可以用來買股票 然後也不可以用來繳保單 可是很神奇的是 他們並沒有說 不可以用來買黃金 不可以用來買雞雞 觀眾朋友不要笑 黃金一公克 現在是台幣1600多塊 你3000塊可以買個兩公克 貼個300塊可以買兩公克 對 可以買兩公克 所以黃金確實是可以買 但我不知道就是說 我們今天節目播出來之後 是不是行政院後來 又會補一槍說 黃金哪不行 12相 不得了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鑽石 不是 鑽石不行 鑽石太貴了 還有就是基金 定期定額基金現在門檻 最低門檻1000塊 以前是3000 現在1000了 現在1000了 現在有1000 所以我現在就在看 拿到證信院之後 如果說我拿去基金公司跟他說 我要買基金 我不知道基金公司會不會收 所以其實我覺得相關的這些 不管是漏洞也好 或者是標準不一的地方 真的滿多的 更不要說 還有我們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 大家都在討論說 如果說有些人 特別是網路上 現在已經在瘋傳了 有人要收購這些振興券 然後用1450塊 去收購1000塊的 官員有解釋 官員就說 如果說是店家的話 千萬不可 也就是說如果店家 他真的去收購的話 收購來之後 還是要跟我們的主管機關 去兌換 我們的主管機關就說 那不行 到時候我就不讓店家兌換 可是如果是小額民眾 比如說我今天跟賴老師 私交很好 賴老師太有錢了 他不想要不屑 去領這個振興券 我就跟賴老師說 賴老師我用1500塊 跟你換要不要 我的金毛卡給你用 對 我們的政府官員就說 這個就沒有辦法抓了 所以我現在要跟賴老師 培養感情 所以我要講的是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政策 當然就是說美意 可是坦白講 像我昨天去運動的時候 我覺得我快變成經濟部代言人 有十幾個 我運動中系的姐姐妹妹們 就跑來問我說 燕尼 燕尼 快快快 教學一下 我們到底哪一種方式 就是對我們來說最方便 然後大家都想要跟 網路上盛傳的就是 我可以用最少的錢 然後達到最大的 這個消費的效益 其實每一家銀行的規定 跟遊戲規則都不一樣 可是後來我昨天 大概花了半小時 真的是浪費 不能說浪費 就是我們做工的 我們花了半小時時間 跟所有人解釋之後 就會有人說好麻煩 我乾脆不要領了 確實是有一些 經濟人類比較好的 他們會覺得很麻煩 可是另外有一些人就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 要跟美國跟日本一樣 因為像日本的話 就是你填一張券 一戶只要填一張申請書 所有的金額現金直接 就匯到你的 這個家戶的戶頭裡頭 美國也是發現金 我們之前在節目以後都講過 可是反正已經訂掉了 就是振興券 大家就是要去領 然後我就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要刷卡的話 如果你要刷卡的話 你必須去發卡銀行 你要先去上網登記 就是說因為 我相信現在每個人至少 三張五張十張信用卡 你到底哪一張的信用卡 你要刷三千 然後到時候要退兩千給你 你必須先到發卡銀行去登錄 你是要用哪一張信用卡 大家有聽懂嗎 所以這時候又會有人說 好麻煩 我還要去上網登錄 到底是哪一張信用卡 那確實會耽誤很多的 作業成本跟時間 不過我覺得值得稱許的是 本來領紙本券是 只能去郵局 現在郵局已經說要 就是會多增加兩個 週六的上班的一個時間 當作他們加班時間 所以我說值得稱許的是 本來是走郵局 現在超商 四大超商都可以去領紙本 只是說 確實有一些細節很麻煩 另外我還要再補充 一兩分鐘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最近很多卷 不僅是這個振興卷 還有一個易放卷 我真的覺得這個東西 會被罵到翻 那是什麼東西 易放卷 我真的覺得這個 會被罵到翻 這幹嘛的 這個就是每個人可以領 600塊 易數的易 然後放就是很開心的放 就是FUN 易放卷 這個東西就是每一個人 也是就是可以領600塊錢 可是現在只提供200萬份 然後大家就會說 200萬不是每個人都有 那怎麼決定到底是 誰可以領得到 本來是說就是先登記 先上網登記的人 先登記 先贏 後來大家就群體氣氛 有一些網民就說 可是我可能上班比較忙 我沒有辦法立刻上網去登錄 所以我們現在文化部就改變了 由性規則就說 沒關係 大家反應很好 我們來抽籤 可是 去哪裡抽 就是你要先上網登記 你要參與這個易放卷的抽籤 然後上網登記之後 會經過系統的抽 抽籤之後就會抽出 200萬個得獎的人 等一下 你說多少 600塊 600塊 600塊要抽籤 讓你看電影 然後讓你買書 好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易放卷 如果6萬塊 60萬我可能會去抽 600塊就是 對 所以又正講到一個重點 不管是振興卷 或者是易放卷 還有我接下來要講的第三個卷 我也是今天才第一次聽到 這個叫做農油卷 農民的農 油丸的油 農油卷 農委會推的 對 農委會推的 一次是250塊 大家會覺得250塊好像沒有很多 可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反正我剛好要買一些農產品 我要去一些比如說 工工農場 對啊 農場 我要去遊玩 250 也是要上網登錄 然後就是你還是有一些 相關的一個作業的程序 是額外再給的 對 當然是額外再給 我要講的重點就是 我覺得政府這些政策 都很好 很貼心 它確實可以多多少少有助於 景氣的刺激的效果 可是真的 坦白說我覺得都不是那麼便靈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政府 提出所有的政策 就剛剛講了 什麼好用 方便 有效率等等 大家一起來拚經濟 可是重點是 前提是我們要在 最有效率的情況之下拚經濟 我覺得這樣才不會老名 姐 這個農油卷是怎樣 也要抽籤 農油卷 坦白說我還沒搞清楚 因為我剛剛才看到 不是 這個液放卷 你說多少 液放卷是600塊 我可以一個人中50張嗎 還是一個人中1張 不行不行 一人只有一次 一人只有一次的機會 不是 那這個不知道 這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懂解釋的意思是說 你既然是要 讓民眾心懷感恩 你就大大方方的給 可是為什麼 好像不管是口罩 從口罩到這個紓困 到振興到三倍券 到液放卷到農油卷 怎麼好像這個執政黨 給民眾東西好像都要你 是 你必須經過試煉 證明你夠資格 你才能夠拿到我們的恩惠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是我一直想不透也想不懂的 來 我們先請這個 沒有錯 宥正我之前就請我辦公室同仁 跟行政院來詢問這相關 但到目前為止 他們就說 你要到各部會調資料 多頭馬車 我們就說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你還要這樣多頭馬車亂丟 真的沒有辦法點燃這個 復興經濟的火種 不過我先echo一下 剛剛專家講的話 有一個部分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振興三倍券 它有非常多的方式 有領實體 有這個悠遊卡綁定 有可以去預購 還有這個綁定信用卡 我們先講綁定信用卡 每個人都不只一張信用卡對不對 能不能一次綁很多張 這是一個專家 先不要講不行 可以了嗎 已經可以了 先不要講不行 因為這就是一個網路專家 告訴我的 他在看了政府現在的這個 方法出來之後 他只提問我說 孟凱你一定要有機會 質詢這些政府官員 如果有民眾拿了之後 我健保卡一次綁 我有五張信用卡 我綁五張 信用卡公司怎麼審核 照理講每個銀行 它的個資沒有互通 好麻煩 我XX信託跟XX銀行 兩個的客戶資料 照理講應該是不相通 如果相通那就嚴重了 如果說我有兩張信用卡 我一次綁定了兩家之後 這信用卡怎麼認定 除非你告訴我說 後台有一個更厲害的金融平台 去分享這個資訊 再來第二個 信用卡這個事情是一回事 如果我又綁定了悠遊卡 又綁定了信用卡 行不行 大家想一下 你說三千塊 我拆成一千一千一千 然後分別綁定 不是拆 是那個民眾告訴我是說 如果我用健保卡 因為他現在的概念邏輯 是說你用健保卡 綁定你的悠遊卡 綁定你的信用卡 來做消費 如果說我今天我 就假設我洪夢凱 我有悠遊卡 我也綁悠遊卡 我有信用卡 我也綁信用卡 我同時間做這個動作 做完之後我就去消費 消費完之後 他要怎麼樣去認定說 到底綁定成功在哪裡 照理講悠遊卡公司 他是獨立的金融體系 信用卡也是獨立的信用體系 各個金融公司 也是獨立的金融體系 所以換句話講 他們電腦互相不連線 如果說你今天你綁定 同時綁定 那我就每一家都賺三千 有可能 這是最有可能 賣用不可能 所以這一點也是 我現在要提出來 我就利用這個 今天節目的時間提出來 因為7月15還沒到 我們先提出來 有這樣的漏洞 跟有這樣的BUG 請政府一定要去想辦法解決 但是那一個專家告訴我說 很難解決 因為它是不同的體系 對 不行 所以終關這樣的一些漏洞 我並不是鼓勵說大家去鑽漏洞 但是為什麼會造成這個漏洞 就是政府為複雜而複雜 因為你要發這三千塊 因為你又不想要直接發兩千元 因為你不想要直接發現金 所以你要先花了八九億的公堂 去印三倍券 印了三倍券之後 你在想方設法用不同的方式 給民眾領取 但是只會越來越複雜 而如果說你沒有串流好 你沒有解決好這個BUG 真的上路的時候 一定會造成糾紛 所以我們提醒 善意提醒 政府一定要重視這個BUG 而且絕對不能讓這個BUG發生 當然孟凱講得沒錯 這個燕利姐也擔心 但我覺得還是先拿到 我覺得現在 要拿到這個三倍券 比要拿到雷神之錘還難 雷神之錘也要經過考驗 試煉證明你這個純潔有資格的人 你才可以拿到雷神之錘 好像差不多 除非你是美國隊長 但沒有困難 委員 我先講第一點 事實上 的確我也跟行政院建議過說 其實不用這麼麻煩 讓民眾再加一千 當然這個部分 在建議的前段已經過了 現在已經進行第二階段了 我就不再贅述了 當然就是說現在 事實上是這樣子要怎麼處理 我先講孟凱剛剛提到的 他那個有個信用卡連稱中心 這個是唐鳳政委他的專業 你今天用你的身分證 或用你的信用卡 你只要綁定一家 他那個電腦怎麼跑 那個交給專業去處理 他不可能再讓你綁第二家 他那個部分 如果連這個專業都沒辦法處理好 唐鳳就不用混了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部分是人家專家的工作 那當然一般的人 可以做這樣子的可能性 你說防小人 防君子 不防小人 那這個部分有時候 當然你說 所有的各式各樣的現實的狀況 那也許會有 但是光是信用卡綁定一家 或綁定兩家 這個我可以跟你說 這個沒有問題 那信用卡跟幼卡怎麼辦 這個讓唐鳳政委去處理得好 這種的辦法處理 所以我可以說太快 今天你講出來就沒有人會做 你斷了別人財路的 說不定更多人會想嘗試 那也許 那謝謝你斷了別人財路 我們政府要求的是公平 那就是說這個部分 本來懂得電腦的專家 竟然可以處理這個部分 不是他一旦用健保卡就會鎖住 對 就讓他們去 這個專業我沒有問題 你只要用不管你用專業處理 最開始還是要用健保卡 這個交給專業處理 這有可能 開始口罩大家也很擔心 對 這個我們也會擔心 孟凱擔心的也沒錯 但是這個交給專業去處理 我是認為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來看 孟凱剛剛說 我們花9億去印這些費用 其實你如果全部發實體券 在馬英九實在18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不消去談這些東西 那政府其實最簡單的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你就像以前的馬英九那時候 直接用實體券 就要你政府才那麼傻 補到那裡複雜 我們大家補不 我們來想一想 政府為什麼要這麼笨 如果大家跟以前一樣 通通發實體券的時候 是最簡單的方式 為什麼政府不這麼做 那我們來想 有些年輕人現在他不喜歡 用實體券 他喜歡用信用卡 那我們當然想說 好啦 既然你如果要用信用卡 我比較麻煩 我設計一個東西 讓你可以適合你自己要用的 甚至你用信用卡 我又可以給你加10% 所以政府很麻煩 你用信用卡 我又給你多想這個方法 那有些人他用一些 行動支付的 手機支付的 現在很多年輕人習慣這麼用了 那我政府其實也沒有那麼必要 我那麼笨 就十幾件給你就好了 為什麼要多說這個東西 因為有些年輕人 你的消費習慣是這樣 那我政府麻煩一點 我看看怎麼樣去適合你 要用的方式 讓你最方便使用 所以就這個使用的方式 我會覺得說 政府為什麼這麼傻 其實他不是那傻傻 他是為了很多人 有不同的訴求 所以我去設計不同的使用 那當然就使用限制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說 這裡會有一些弊病 就是說有些人真的會去 投不是說買菸 很難防 好 那我們就簡單來講說 我們是希望說 真的是防君子不防小 所以就不要 大原則 大原則是希望是刺激消費的用意 那你如果說要買菸 你又偷偷轉了好幾手 那個也就算了 那沒辦法百分幾百 所以我原來有沒有想過 乾脆就不要限制用途 但是還是會這種去偷的人 畢竟不多 我的基本用意就是 我希望去刺激消費 對這個振興經濟有幫助 我會選擇 可以當天跑 你看這段嗎 你以為你會選擇